Android Baby早前一四到巴黎观看Lisa风马秀演出 遭到网友批评 微博账号还被禁言似乎被软风杀 之后就身影至今 日前中国甘肃省发生规模6.2级强症 造成不少人伤亡 其中Android Baby就捐赠了保暖房和衣物 棉帐篷发电机等应急物资 相关单位透过社群平台标记Android Baby的账号 并向他致线 而照片中可看 Android Baby捐赠的物资堆叠到都快碰到天花板 数量相当惊人 消息曝光后 粉丝们纷纷留言默默付出行动支持 还得被拉出来骂真的受够了 看见着我哭死 期愿大家平平安安 走开 我们开发 1.5日 2.6日 许话